音樂 各位小新車觀點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Mike 說起了商旅車我們不得不提到一個品牌 就是福斯商旅這個品牌 早在1949年所推出的第一款T1車系開始 這個T系列的車型就成為了商旅車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車系 目前發展到現在已經超過了70年 總共有6個世代的車型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T6.1的小改款的車型 其中的Caravel的版本 那Caravel這個車系呢是在T系列的到T3世代的時候 1983年所推出的 專門針對載人需求而產生的編程 目前呢 這個系列也已經發展有了38年之久 所以福斯商旅在這當中 累積了許多開發以及設計的經驗 那我們可以從今天的T6.1 再去檢視一下這次到底有哪些新的地方 好 那這次福斯商旅所引進的T6.1Caravel車系 總共是有5個編程 在我們上次發表會所帶來的現場報導當中 有為各位介紹引進的編程以及售價 還有年底前提供的6萬公里保養優惠方案 編程與售價請參考我們的復表 我們今天試駕的車型是Caravel 1999L長軸版本 首先我們來看看T6.1Caravel在外觀方面有哪些改變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車頭部分 換上一個非常大面積的水箱護罩 內部採用橫置式的鍍鉻格柵 跟新世代福斯的乘用車 非常的有家族化的面貌 我們看到在頭燈部分 也換上了新版LED造型 內部的導光條的排列 跟之前的T6世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在頭燈的旁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把車型的編程名稱加入了一個鍍鉻的飾條 跟頭燈直接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從車頭馬上就可以看出 它是一台Caravel 那在T6.1其他的Multi-Van California甚至是Transporter等等的車系 目前還沒引進 不過也會採用一樣的做法 好接著我們再看到錢包桿的下方呢 採用了塑料的材質 營造一個更大的氣霸設計 那兩側一樣有淺霧燈 車側的部分呢 線條跟T6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不過它的這次在乘客艙的滑門 加入了遙控電動起壁的設計 除了可以直接拉動門把來開關之外呢 也可以從中控台上的按鈕 一鍵就可以立刻開啟跟關閉 增加它的使用便利性 以及乘客上下車時的一個安全性 這次台灣福斯商旅引進的T6.1 Caravail 有長軸跟短軸兩個版本 我們試駕的長軸車型的軸距呢 來到了3400mm 車長來到5.3米的地步 那麼短軸車型它的軸距是3000mm 車長呢則是4.9米左右 那這樣的差別主要除了在外觀上不同之外 也影響到內部的座椅的配置 長軸車型是9人座 有分為333或2223這樣兩種配置 那短軸呢則是採用233的8人座配置 我們對照的同級對手 福特旅行家 和舊的領航家 Toyota Granvia 還有 Hyundai Starrix 來看 大家車長都約莫是在5.3米的上下 是屬於伯仲之間 只有 Hyundai Starrix 稍微短了一些 不到5.2米 那其他的尺碼部分呢 可以看我們表格上所顯示的 好那我們看到在胎圈的搭配方面 我們今天試駕的Carville E99L的車型呢 它採用的是21560R17C的一個輪胎 搭配了氫量化的鋁合金輪圈 車尾的部分主要的變革 在於尾燈的造型 內部的鋪陳重新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試駕的車型呢 有一個非常明顯 而且辨識度很高的LED導光條 可以明顯看出跟之前T6是不一樣的 那尾門呢在我們今天試駕的車型 並不是採用電動開啟 是採用位在最下方的一個凹槽裡面的電磁閥開關 進行手動的開啟 好現在我們來看看 T6.1Carville E99L車型的內裝 我們看到這次T2.1喔 針對座倉的鋪陳跟格局 已經有重新設計 所以跟T6呈現的感覺又不一樣 更加的教室化了一點 怎麼說呢整個椅表台其實是往上提升一些的 所以我做到我正常坐姿的時候 我所感覺到的座倉的氛圍 比較不像一台商用車 而且呢它在中間中控台 整個到下方的排檔座 都是有做一個駕駛導向的設計 那這樣開車的話長途下來應該是會比較不疲累一些 而且開車的集中度也會比一般的商用車好 那特別是在視野的部分 座倉前方的比較高 那乘坐點也不會太高 像我身高有180的話 我看到的路況其實是非常的完整 那也不會說前半段 像是一些商用車可能會擋到你一部分的視線這樣 接著我們看到在儀表板部分 它採用的是兩個雙環的標準的指針設計 中間搭配一個全彩的資訊螢幕 可以進行很多功能切換 以及ADAS的一些調整介面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好那我們看到在方向盤的部分 這次T6.1換上了一個福斯家族新世代的三福斯方向盤 兩旁都有多功能的按鈕 方向盤整個盤徑跟它的包覆質感還算不錯 抓握的感受跟它的粗度 其實在抄架來說的話還算是蠻得心應手的 好那方向盤可以進行的是上下前後的調整 方向盤這次主要的特色在於它透過MQB的電控平台導入 所以增加了一個電子轉向動力輔助 原廠表示開起來跟以前的T系列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待會我們可以來驗證看看 好接著我們看到在中控台的中央 配置了一個6.5吋的多媒體螢幕 那原廠表示其實T6.1最高可以到9.2吋 不過目前引進的Caravell都是用6.5吋 那因為我們今天試駕車還算是比較早期進來的一些認證測試 或是展示用車 所以還沒有中文介面 不過原廠表示到時候交給消費者的車一定都是有中文介面 大家是不用擔心 這組多媒體系統它支援了AppConnect智慧手機連接 可以透過新增於排檔座右邊的兩個Type-C的插座 把你的手機連上去就可以進行 手機的CarPlay或是Android Auto的投影 那另外也可以使用SDG卡或是你的藍牙等等的多媒體連接 那在這個系統當中也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車輛的設定跟一些統計資料的顯示 好我們看到在螢幕的下方 主要是雙區恆溫空調的操作介面 採用兩個旋鈕做一個溫度的切換 那中間旋鈕是風量的調整 那也支援不同部位的吹浮的功能 那在右邊的按鈕主要是有警示燈 以及帶速洗火開關、停車雷達 還有這次新導入的電動尾門的操作按鈕 車內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安排了非常多的置物空間 儀表台上方兩個置物的區塊 它加入了一些防滑的凹痕 還有一個10-0伏特電源供應 那當然也可以看到有兩個置備架 好那再來手套箱的上方也有兩組的一個置物的凹槽 可以放不同大小的物品 那甚至呢在門板呢 也有一個大面積的置物空間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在副駕駛座椅下方 加入一個可以上鎖的一個置物槽 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較貴重的物品 可以把它鎖在裡面 好我們今天試駕的車型座椅是採用了333的配置 除了我一張獨立的駕駛座椅之外呢 右邊兩張座椅是相連在一起 它擁有兩組的3.4安全帶 它還可以整張完全打平 形成一個更好的置物空間 那這次我們座椅的感受 我覺得它的發泡棉的設定是軟硬適中的 乘坐上當然舒適度是還不錯 那此車應該也不是作為一個激烈抄架的設定 所以我們不需要太高的包覆度 這樣的設計除了上下車更方便了 其實往左右移動也很方便 駕駛座中間跟左邊都有提供扶手 手呢如果累了是有地方可以休息 表面是軟質包覆相當的不錯 那整個乘坐的質感跟它的支撐度呢 相信也都可以滿足長途移動的需求 以上是前座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第二排座椅 好現在我們看到T6.1 Caraval的第二排座椅設計 我現在坐在左邊這個區塊 是兩張相連的座椅 右邊一張獨立的座椅 那可以分別進行傾倒的調整 那在側窗的部分 它有提供一個窗簾 我們可以把它拉起來 也可以把它收起來 好那看到上方的操作面板 從頭可以進行自己的空調溫度的調整之外 它也加入了節能的LED照明燈 以及空調的出風口 那在下方地面的部分 在門邊它也加入了LED照明燈 後座呢中央是完全沒有隆起的一個平面空間 那不管是腿部還是頭部 各項的空間表現都是非常的充裕的 好那在包覆性來說 當然也不會有太明顯的包覆性 座椅其實是很平整 不過它的支撐度跟發泡棉的設定 我覺得它軟硬都是恰到好處 所以第二排座椅跟第一排 我覺得表現都非常的像 都非常的達到水準之上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排座椅的設計 好我們現在要看它第三排的設計 首先我要介紹一個功能 就是它導入了Easy Entry的一個便利上下車的設計 當我要上車的時候呢 我只要輕拉這一支推桿 就可以把第二排椅子往前推 好我們就可以輕鬆的上到第三排 好我現在入座T6.1 Caravail的第三排座椅 我們剛才從右邊爬上來之後呢 我為了要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們把第二排座椅先全部往前傾倒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第三排座椅在我現在標準的狀態 腿部空間仍然可以保持大約有一個拳頭左右的距離 地板一樣是全平面的設計 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的隆起 好那三張座椅呢都保持相同的寬度 那是完全連在一起 這張座椅也可以進行完全的打平 跟前面兩排形成一個真正的平面 可以放非常長的物品 或是進行搬運等等的工作都非常輕鬆 那第三排在左右兩邊 一樣都有提供了手拉式的遮陽簾 那在前面有個跟第二排一樣的出風口 跟LED照明燈開關 不過沒有獨立的空調溫度設定 但可以有三個自行調整風向的出風口 以冷房的效果來說 面對這麼大的一個車室呢 其實還算是夠用的 好那我們看到在頭部空間的表現 第三排跟第二排的頂篷高度呢 幾乎是相仿的 所以頭部對於180公分的人入座來說 還算夠用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在第三排的設計的介紹 好那接著我們待會呢 就直接上路來體驗一下T6.1199L的車型囉 好我們現在來上路體驗一下 T6.1Caraville199L的上路的感受 這次台灣福士商旅所引進的T6.1車系喔 全部都是搭載2.0直列四缸 TDI渦輪增壓的柴油引擎 這個引擎呢 它有通過歐盟6級的環保標準 所以是比較新世代的柴油 那輸出部分 這次有分成三種 分別是110匹 150匹跟我們試的199匹 那199匹的車型喔 它的最大馬力是可以在 4400到4800轉之間輸出喔 這台車的扭力呢 是45.9公斤米 只要1400轉就可以開始輸出喔 所以我們輕彩油門 就可以獲得很不錯的一個推力喔 那即便我們今天的車子空重 加上包含人喔 設備甚至是油料等等 加起來重量可能來到2.4噸左右 其實我覺得它加速的感覺喔 還算是夠用的 那這個引擎呢 在運轉的精緻度喔 當然以福斯長年下來 做了這麼多殘油引擎來說呢 它在精緻度的調校 是有一定的功力的喔 那至於噪音部分喔 我們剛剛在車外聽呢 當然還是可以感受到 它是一個殘油車 那不過我們在裡面呢 其實它整個防火牆的抑制喔 我覺得以商用車來說呢 是已經符合我們的期待喔 好那這一次喔 T2.1世代喔 它主要的差別在於 全面導入了MQB的電控系統 那原廠表示呢 在我們方向盤的回饋 加入了更多的電子輔助喔 我現在實際開下來的感覺喔 我覺得整個輔助的力道來說 我覺得以現在這樣的車速 我們大約在市區的限速喔 方向盤的重手程度 並不會很高喔 還蠻好操控的 在路感的路面資訊的傳遞呢 雖然它有抑制喔 但還是有保留一些回來喔 所以我們開著一台 車長5米3的大車喔 我覺得它不會不靈活喔 方向盤它因為車型比較大 那它也有一定的慣性在 所以它留了一些小小的遊戲喔 讓你在稍加修正的時候呢 不會造成車體過多的晃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商用車裡面 蠻難得的一個部分 它今天搭配的變速箱喔 是一個7速的DSG雙離合器 自手牌變速箱 那這當然也是福斯集團一個 非常有名的科技喔 我覺得用在T6.1這樣的一個 箱型車來說呢 這個變速箱它帶來的加速感喔 跟它整個力量的回饋 我覺得是非常直接又靈敏的 充分的發揮到它這麼強大的動力喔 那又不會讓你覺得它有 很猛爆或是 太突然加速的不適感 車體的回饋呢 我覺得它雖然是一個商用車的底盤喔 其實它的側輕 有非常努力的抑制喔 但底盤不會有死硬 那當然也不會有我們 會擔心的彈跳感 都沒有 其實如果是一般比較少接觸到 這種車的消費者 我覺得應該很快呢 你就可以上收 那這次的T6.1喔 雖然是一個小改款的車型 不過原廠說它其實增加的不止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安全防護方面 它導入了IQ Drive的 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就是整合了一個全速域的 ACC的跟車系統 那除了可以設定0到210之外 它也可以馬上隨著前車再加速 另外它還有側風穩定系統 以及福斯集團常見的 MCB二次碰撞的預煞系統 還有一個是針對後方來車的一個偵測 就是你在倒車出車庫 出停車格的時候 偵測到有車輛的時候呢 它可以主動的煞車 不過呢 我們觀察到在氣囊部分 它並沒有搭載從頭包到尾的一個氣囊 主要是集中在前座 兩旁以及前面有氣囊 那至於後面呢 它主要還是依靠它的車體剛性 跟安全帶來給一個防護 以上是安全設計的部分 那其他的配備當然可以看我們網站上的 規配表有更詳細的解說 什麼樣的人適合買T6.1 Caraval這樣的車型 當然以福斯我們常見的 接送的業者 旅館業或是旅遊包車 甚至是一些計程車呢 還有租車業者 作為一個家庭旅遊的選擇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你要搭載這麼多的成人 甚至還有所帶的行李 我覺得它這麼大的一個車身 跟內部很良好的空間配置 都是非常適合 它在座椅的操作 其實我覺得都還滿直覺 也滿好用的 T2.1的這次改款 還加了大家喜歡的ACC全速域的功能 我覺得在常跑國道的這些消費者 業者或是個人租車來說 都是非常好的配備 你可以大幅減低你的疲勞 那不過在它價格方面 入門的是140.3萬 但我們今天試的是比較高階的車型 所以要190幾萬 你其實可以挑的同級車還滿多的 那你可以去看看 比如說我們最近有試過的福特旅行家 或是我舊的領航家 還有Toyota Granvia 甚至Hungbay Starrex 都是同級 不過福斯桑旅的特色在於 它是目前唯一的德國引進 實際體驗之後呢 我覺得你才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決定 那我覺得這樣的車型 對於它70幾年來的口碑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傳車 因為它給你的感受就是 它好開也好做 那好不好看呢 我覺得它就是有它經典的樣子 所以我個人會不會喜歡呢 我也是喜歡這樣的一個 箱形車的設計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針對T6.1 Caravelle 1999L車型的試駕介紹 那有任何的問題或是有任何的看法 歡迎在我們下方的留言 跟大家一起做討論 那我們都會盡量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小氣哥本人也會回答大家的問題喔 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小汽車觀點 YouTube頻道 接收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News新聞頻道 可以訂閱掌握車壇最新的新車資訊喔 好我是Mike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喔 下次再見 掰掰 可是回轉的時候喔 回轉半徑是真的還蠻大的 6.6米 5米3的大車喔 找路線的時候要選巷子喔 最好不要找要回轉的 不然你卡在路口中間你會被笑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氣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7 Car的電子商務全新的平台 7 Car Shop已經正式上線囉 如果你也想買我親自嚴選 或者是我親自研發的汽車精品 歡迎到我們以下的網址 shop.7 Car.TW 來參觀選購喔